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这时候的富贵竹正处于创伤凝弱状态 伤口受外界刺激 最终会影响生根 甚至会导致它的根部腐烂 所以生根前每三天到四天就换一次清水 除此之外 最好是十天之内都不要移动位置 或改变它受光的方向 这样大概15天左右就会长出白色的根系 接下来一段时间内就不宜换水了 因为此时换水就相当于给它换了一个新的环境 而不是让它在熟悉环境里生长 反复几次 很容易出现叶黄之味的现象 所以生根后 水分蒸发减少后 及时加水即可 在这个阶段可以加入少量的液体复合肥 这样养出来的富贵竹叶片油绿 枝干长得粗壮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喜欢我们的视频记得订阅关注哦 下期再见